也是 triumph 現在進行國事論壇 每位委員髮楹三分鐘 首先我們請請移委員一名 主席 各位委員 大家早 本期今天早上要講的題目是 綠監委濫權 破壞司法獨立 民進黨二次執政後 一黨獨大 掌控行政 立法 不僅設了促轉會 黨產會等東廠的機關 改制農田水利會 吞併公民營的組織 另將中選會搞成中選會 中了的中 假借假消息 鉗制人民的新聞 言論的自由 種種作為有嫌不足 近來更欲削減考試委員的人數 弱化考試權 縱容綠色監委 干預司法 將監察院煥養為憲政的怪獸 企圖讓司法權凌駕在我們其他權之上 而順從了執政黨 五年前 立委 段一康 在選舉造勢場合 指控藍營候選人 炸領補助費 經檢察官陳龍祥爭辦 段一康遭判賠一百萬 且需道歉定驗一案 如今 監察委員高永成 夥同其他蔡系的監委 竟以檢察官認識用法 有明顯的重大違誤等理由 通過了彈劾 監察委員高永成 還調查另一起民進黨前立委 陳朝龍 因會選 判刑入獄的案件 此兩案 兼嚴重的侵犯 認定事實 適用法律的司法 核心的職權 濫用監委的職權 破壞司法的獨立 本席在此要嚴厲的譴責 高永成 曾經擔任不當黨產委員會的 聘任案件的律師 受蔡英文提名監委 偏右調查兩宗民進黨立委 遭判刑定驗的司法案 說他跟民進黨關係不好 沒人相信 說他不受民進黨影響而能中立的行使監察權 不是幫團一康出氣 更沒人相信 監委的職權是要監督官徵 但須以違法施職違憲 尤其不可假借監委之名 行庇護政黨之實 製造恐嚇的寒蟬效應 來破壞司法考試行政人員的中立 特別是司法官享有憲法賦予的 司法獨立行使職權之地位 監委更應該要知其奮祭才是 高永成是律師 當之各中的分紀 但仍以政黨力爲上 刻意地要傾探 傾探司法的職權核心 把他以前在司改會擔任執行長時 所高喊的司法獨立踩在腳下 難怪引起所有司法界的共憤 本席在此要求民進黨及蔡政府 濫用職權 迫害司法 謝謝陳委員 下一位請同委員會贈 主席各位同仁 行政院在上週四拍板通過了 選霸法的修正草案 明定當事人對於不實的廣告 可以向法院來申請 緊急限制勘播令 如果經過法定的裁定 就立刻下架 業者如果是不配合 可以被罰兩百萬的代金 這項修法表面上 好像是要防止假訊息 還有假廣告 但是我認為這是政府要把行政機關 難以解決的這個假廣告假新聞的問題 一把通通推給司法單位來處理 廣告的內容是不是真實 不太容易判斷 所以通常如果要查實不實的廣告 應該要由專業的 專業度比較高的行政機關 來先行調查認定 再由法院來進行 這樣的一個事後審查的權力救濟 這才是正常的合理程序 另外媒體本來就有自行的審查義務 再加上維護公平選舉 本來就是選務機關的實責所在 如今行政院版的這個修正草案 卻將法院推向第一線 進行事實的查證 要求司法單位在三天裡面 三天裡面就要查明事實生項 就要把事實查明 對此本席認為 三天是絕對不可能 也不太合理 而且把法院就放到 政治爭議度的這麼高的議題裡面 是會大大影響 我們台灣司法機關的公信力 去年底的九合一選舉的 這個結果出來 顯示執政黨禁師民心 為什麼禁師民心 顯示蔡英文的政府 不知道檢討 反倒為了維護他們政黨的這個私利啊 一連串的行動 像是行政院的這個蘇貞昌 痛批了通傳會 有大量的假新聞 所以NCC的主委 暫停移舊被請直下台 然後呢他屏障了他的國會人事優勢 他立刻就通過了中選會的主委 李靖勇的人事案 引發了這個 讓我們大家都覺得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他的人事優勢 那麼行政院尤其是 這個監委最近又通過了 承辦曲棍球 彈劾了曲棍球案的這個檢察官 引發了司法界非常大的不滿跟反彈 再再都顯示了 獨立機關現在已經成為民進黨政府 一個政治力的東廠 執政黨為了要鞏固他的政權 簡直是無所不用其極 蔡政府為了要將政治的黑手 深入這個通傳會中選會 在染指獨立機關之外 更透過監察來干預司法 藐視司法的專業性 現在又讓肩負的全民價值是非判斷的法院 捲入政治鬥爭的風暴中心 本席在此要呼籲執政黨 台灣是個民主自治權力分立的國家 倘若民進黨不思國際民生做出貢獻 只是一心一意為著想著他2020的總統大選 要想盡辦法讓台灣的這個行政立法司法監察 都為一黨福利 想盡辦法來不擇手段的敗壞觀瞻 我想不但是蔡政府 好 謝謝同委員 這一位請吳委員致揚 最近司法界如火如荼的发起了捍卫司法尊严大联署的活动 短短不到四天就获得了1966人的联署支持 其中联署的检察官高达922人 占全国检察官人数的七成 同时法官协会检察官协会律师公会全联会 以及13个地方的律师公会也发表了联合声明 痛斥政府干预司法破坏权力分立 甚至连检察总长都罕见的发声了 他支持捍卫司法独立及纯净办案的空间 愿意全力替基层来抵挡任何外来不当的压力 其实司法界已经忍非常久了 追根究底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一切就是从蔡英文执政之初提名了 号称半蓝不半律的监察委员陈思梦开始 英系的监委以恫吓基层司法人员为直至 不只伸手对法官进行思想检查 近期更变本加厉 只因为侦查的结果不利于执政党 便直接弹劾检察官残害忠良 行政院更在上周端出了一个法案 要法院在选前负责审查不时竞选的广告 并在三天内期限查明真假 这是把法庭推向政治的场域 意图制造纷争 宪法官于不义 一连串荒腔走板的行为 严重地践踏了司法的尊严 难怪最近的民调里面显示 有69%的人对司法事毫无信心可言 显见蔡政府司法改革完全失败 司法遭受如此的践踏 直到今天我们没有看到司法院长 许忠律出来说一句话 许院长没有像检察总长和法务部长一样 跳出来为基层说一句话 身为法界的大家长 你就看着五权中其他的两权 亲门踏户 你都不发一语 实在令人遗憾 本席在此呼吁 许忠丽院长应该立刻站出来 捍卫司法独立 并严正呼吁 蔡英文总统 请你拿开你的张手 别再以行政权压迫法官 也别再操纵英系的监委 妨害司法的公正 以上 谢谢委员 下一位请您委员 议华 主席大家好 去年9月份日本关西地区遭受台风袭击 造成国人受困当地的情形 然我国驻日代表谢长廷回应国人救援不力之一时 却为积极检讨改进 协助我国旅外国人 反而以假新闻及东京离关西很远 差572公里为托辞 甚至将责任推给驻大阪办事处处长苏启成 这导致其在寓所亲生的憾事 此事外交部始终全力配合谢长廷 一再将过失推给假新闻 却不肯公布调查结果 更无视立法院要求组成调阅小组 及要求驻日代表谢长廷回台报告的决议 外交部对此事的态度 不仅赔上了自身声誉 更严重打击我国优秀外交同仁的士气 如今为有外交部的全体国人 提出正式报告或经向监察院的调查 真相才有可能水落石出 就在昨日 监察院针对此事的调查报告出炉了 对外交部提出三点纠正 第一点 外交部面对当时质疑为详尽查证 仅跟风及认定大阪办事处服务态度不佳 第二点 外交部事后为厘清是何人要求苏处长 提出检讨报告 亦无人为此负责 第三点 外交部为驻日代表处置上级机关 对于驻日代表亦有指挥监督权责 却放任其言行为依法处置 真相已摆在眼前 外交部竟然还有脸说过程 没有任何疏失 根据监察院的调查报告 苏处长的亲生原因指向上级压力 而非假新闻 苏处长遗伤公开苏处长的遗书中 也为延级假新闻造成的压力 而是表明不想受到羞辱 显见外交部及驻日代表未能负起责任 而将责任全退给一人承担 另根据驻外机构组织通则第六条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 代表处管长对办事处管长有指挥监督权 显见与谢朝廷代表说 大阪不归我管 如果有错 大阪办事处应道歉等与全部相符 显见官派的非专业外交官推诿谢泽 身为上级机关的外交部尽也全力护航 这让第一线辛苦努力为我国外交打拼的专业文官情何以堪 民进党政府执政基金 外交有官自己分 出事常任文官堂 外交有官自己分 出事常任文官堂 从此事我国 我们只看到外交部不断卸责 无能作为基层外交同仁的后盾 义无胆扛起责任就责 试问如此无能又无胆的外交部 究竟要将我国以艰困的外交处境逼上何等绝境才肯罢休 谢谢林委员 下一位请林委员立场 大家早 完善保障移民权益 今天是我国开放同性办理登记结婚的第一天 执政党或许自认为我们因此接近了人权国家 但本席在这边强调 政府应对各个族群的基本人权给予保障 而且就目前的制度而言 规范新住民的权益与相关法规 显然未被完整 这显然出蔡政府轻忽全台湾的新住民的权益 本席对此表达深刻的遗憾 同时也强烈呼吁 政府应尽快规划出我国完整的移民政策 提出吸引人才 即保障人权的移民专法 并由负责中央机关管理与辅导 不然我国永远称不上进步的移民国家 有人权的移民国家 台湾跨国婚姻已超过了30年 此刻移民的下一代 其实的人数已超过了90万的人 新住民早已成为台湾的社会五大族群之一 并给我国带来了丰富的文化含量 不但为我国开示了多种语言的对话 也因此提升了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然而新住民因为母国的文化 与台湾社会存在的相当差异 在适应上并不容易 对此政府应该保持友善开放的态度 积极辅导并提供权益保障 而非以敷衍了事的心态来对待 因此从中受到伤害 以新住民的基本人权 其实我们要自称为人权国家 这个招牌根本还没办法拿出来 本席在这边也呼吁我们蔡政府 应该要更重视我们的移民人权 不要画地自线 不因人而涉事 不漠视人权的三不原则 建立一个开放包容的移民社会 因为我们若连移民的 基本人权保障都没有 那本席在这边 非常要跟蔡政府感到 非常遗憾的是 就算今天起护证事务所 可以登记同性婚姻结婚 台湾还是离人权国家的 那个称号 有一段非常遥远的距离 所以我也呼吁 现在的蔡政府 重视移民人权 重视我们的移民相关的法规 也赶快提出完整的移民政策 这才能称号为是一个 尊重移民有人权的 谢谢林委员 兼委员东明科委员陈法 对国事论坛之书面意见 列入公报记录 登记国事论坛 发言的委员均已发言完毕 现在休息 今次回事 致上转发言完毕 你会认为 我认为 这下转发言完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